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禅家五道 很多时是从观察日常生活动态体会出来的 当一只苍蝇从窗户飞进房内 如果没有其他食物吸引它 它会飞向窗口近江的地方 想从旧路飞出房外 古时是没有玻璃的 窗户是用紫锋的 苍蝇头枪转紫是因为要吹向光线 但是为什么世界这么大 苍蝇不飞向其他路求出 而偏偏撞向来时路转枪紫求出呢? 在《禅宗五灯会员卷四》记载 福州有一位古灵神赞禅师 遇到百丈怀海禅师而开悟 他回自己以前出家的寺院 想找机会帮助他的师兄开悟 有一日师兄在窗下读经 有一只苍蝇 苍蝇头枪转向枪紫求出 那神赞禅师就说了 世界这么广阔你不肯出 拼命转枪紫求飞出 太愚蠢了 当时他说了一首《禅》 空门不肯出 头枪也太痴 百年转古子 何日出头时? 这首《禅》的意义 就是以苍蝇撞向枪求出路 来譬喻人的 空门不肯出 屋内那么多空门 为什么他不肯从空门飞出去? 头枪也太痴 偏偏要撲向枪户 找寻旧出路呢? 百年转古子 何日出头时? 永远追随旧路 即凡夫、贪、亲、痴、杀到淫妄 里面寻找出路 只求观感物质的享受 徐波逐流、造业授报 就好像苍蝇转纸枪一样 永无出头之日 对于执着经书文字的人 不用智慧去思维以理 经书上所记载的 只是前人的经验和判断 怎能代替自己个人的体悟呢? 苍蝇不应该执着枪户的光线 拼命撞向枪子求出路 世界这么大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为何不将自己的偏见和执着放下 亲自去体验诸法实相的道理呢? 神赞禅师的师兄 听了他的解议之后 豁然开悟 想要代替自己的偏见 天下 这尺导莞